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在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客户端热门产品的产品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对比的四款热门的新闻客户端呢 是腾讯新闻,搜狐新闻,网易新闻和今日头条 四款产品,那么为什么选择这四款产品呢 原因之一是这四款产品目前是整个新闻APP的这个前四位 第一集团 第二个原因呢,是这四款产品正好代表了这个领域 这个行业的两种类型 那么腾讯搜狐网易都属于传统的这种门户网站 那么今日头条呢,是属于创新型的公司 那么创新型的公司呢,它不同于门户网站 它是通过这种搜索聚合信息为主要的特点 所以这是两派 我们还是先从战略层的来看一下 这四款产品它有哪些不同 我们先从产品的slogan来看 腾讯新闻的slogan叫做事实派 特别简单的三个字 首先说,事实派这三个字非常符合新闻客户端的本质 因为新闻讲究的是真实 小学我们学新闻就知道 学新闻通讯稿 这类的这种文章 最重要的就是观点要事实 但是腾讯当年用事实派的时候 也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误 觉得腾讯嘛,毕竟有着这种社交基因 娱乐化的基因 那么他做的新闻竟然以事实派 作为他的这个slogan 其实让很多用户一开始难以接受 那随着后来 腾讯也请了一些明星来代言他这个产品 要说自己做事实派 所以腾讯一直把事实作为了自己的基础 那么slogan来 我们再看一下搜狐 搜狐呢,slogan叫做上搜狐知天下 比较俗 主要重点是在于知天下 也就是说搜狐的理念是说 搜狐的内容是最丰富的 是最广泛的 包含天地万物 这是搜狐 那么网易新闻的slogan 在我看来是最没悬念的 网易的slogan叫做有态度的新闻门户 很有意思 网易的产品呢都叫有态度的 网易的音乐就有态度的音乐 网易的理财有态度的理财 网易的彩票叫做有态度的彩票 基本都是有态度的 网易就是有态度的公司 没什么悬念 这是头条呢 他的slogan 我觉得是所有的这个APP里面 新闻的APP里面 我觉得是最精准的 他的这个slogan叫做 你关心的才是头条 说的非常深入人心 也非常符合他的产品定位 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这四款产品的产品定位 我们先从腾讯新闻来说 腾讯新闻的产品定位是 快速客观公正的提供新闻资讯的 中文免费移用程序 看似说了跟白说一样 但其实他的定位抓住了两点 第一点是快速 那么腾讯认为自己可以把新闻 以最快速的方式来传递的用户 这个呢 有可能是根据腾讯这种社交 还有他的这种渠道 因为大家平时呢 都在挂着QQ都在用着微信 所以说呢 腾讯新闻能够通过他这种独有的渠道 能够呢 为用户最快速的提供最新的一些新闻 那么第二点就是和他的slogan 精准匹配的 就是客观公正 讲究的是事实派 这是他的产品定位 我们再看搜狐新闻 搜狐新闻的产品定位呢 是资讯全媒体的开放平台 那么这里面呢 讲究了也是两点 第一个是全媒体 为什么搜狐讲全媒体呢 因为搜狐除了有搜狐新闻之外 那么第二个他的拳头级的产品 叫做搜狐视频 那么搜狐新闻里面 也把很大众的比例给了视频 虽然说刚才也分析了 视频在于这个新闻客户端里面 用户的需求层面并没有那么重 但是搜狐呢 就必须要强推给用户 必须要你愿意不愿意 我都给了 我要塑造一个全媒体 我的视频是我的特色 所以说呢 他在这个定位上 突出了一个全媒体 主要是视频资源 第二个他要突出呢 是开放平台 那么搜狐里面 不带有自己的一些新闻 还入住了很多新闻媒体 比如说一些广播 比如说一些达人 一些订阅号 都会在这个搜狐的新闻口端里面 去呈现 我们再来看网易新闻 网易新闻的产品定位 也是最没悬念的 就叫做有态度的 新闻资讯口端 说了跟没说一样 但其实我们一会看看优势的时候 就知道了 他所谓的态度 其实指的是社交 更重要一点 主要是表现在跟帖上 网易新闻的跟帖 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们下面来看看 金日头条 金日头条的产品定位 是基于数据化挖掘的 个人信息推荐明星 也就是说 金日头条的产品定位 重点在于 第一个是数据挖掘 第二个是个性化推荐 数据挖掘是技术上的一个特点 那么个性推荐的是产品的 这是产品定位 我们再来看一看优势 腾讯新闻的优势 第一个 他强调的是新闻秒传 30秒实时推送重大新闻 是他自己说的 那么更重要一点 优势在我看来 是腾讯新闻拥有着 微信等超级APP的渠道入口 那么周围很多人 一开始用腾讯新闻 都是因为在微信上 收到了腾讯新闻的推送 那么一开始呢 腾讯新闻还老老实的推送 后来呢 开始丧心病狂的 只把新闻给了你一半 如果你想看全部的新闻 或者是看新闻的视频 对不起 请下载腾讯新闻口端 当然这种方式呢 也笼络了大批的用户 好多用户都是因为 微信下载了腾讯新闻 它的渠道优势呢 是其他产品 难以体积的 我们再来看看搜狐新闻 我们搜狐新闻在市场份额上 其实在15年之前 一直都是市场份额第一 那么现在呢 腾讯新闻和它的这个 优势呢 在缩小 有超越的趋势 那么搜狐新闻 在它的这个资源上 它还是有优势的 它开放了很多资源 有一些达人啊 有一些公众号 一些媒体 都会在新闻 这个搜狐新闻的 这个客户端里面 去推出自己独家的内容 那么也有这种订阅的模式 能够让用户呢 长期的留在搜狐新闻 那么我原来呢 使用搜狐新闻比较多 原因也是在于 我关注我很多自己喜欢的 一些领域的 那么搜狐新闻都给我提供了 那么这是其他网站里面 这些客户端里面 没有的特点 那网易新闻 那么是我现在用的一款 新闻口端 那么它的优势 是在于跟贴功能 那么跟贴功能呢 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特色 那么网易新闻传递的理念呢 叫做无跟贴不新闻 有的时候 很多用户看网易新闻 已经不在乎看网易新闻本身了 而是在于看下面的跟贴 经常有一些神回复 那么是在网易新闻里面去诞生的 他非常注重原创的内容 无论是贴子 还是一些栏目 都是非常注重原创的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近日头条 近日头条它的优势 还是说在于 对于用户的这种行为分析 通过推荐的这种引擎技术 来实现个性化和精准化的资讯推送 我们下面来从范围层来说 这几款APP 它们在功能上 在大体相同的前提下 它们有哪些不同 首先我们看腾讯新闻 腾讯新闻再从产品主体上 分成了新闻书成和关心三大部分 那么新闻是传统的这种模式 那么关心应该是个性化的一些推荐 那么书成是腾讯新闻的一个 相对有特色的这个板块 那么腾讯把这个看小书 看书融入到了新闻客户端里面 并且呢腾讯有一个比较 有创意的一个功能 叫做创意截评 那么用户呢在观看新闻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分享 那么在分享的时候 他能够用创意截评的方式 来鼓励用户去分享 来为产品做宣传 这种创意有创意功能的分享 也是非常契合年轻用户 追求个性化的需求的这些功能 我们下面来看搜狐 搜狐新闻在范围层上 它的特点是在于 它打造了很多欧托啊 雾霾啊这些 特别符合当下热门社会话题的频道 也打造出了众多符合社会年轻人心态的一些频道 比如二次元啊之类的 给用户啊多种的选择 容易吸引各个年龄层次的用户 另外来说呢就是 搜狐新闻彻底的 在搜狐整个把这个新闻客户端打造成一个平台 一个开放的平台吸引了很多自媒体的粉丝 而且呢这些粉丝也反过来为产品本身做了宣传 另外来说呢听新闻是它一个亮点的功能 那么可以解放双眼双手去听新闻 虽然说语音技术目前来说并不太成熟 但是毕竟呢还是它是一个亮点的功能 下面来看一下近日头条 我们说近日头条它的主要特色是在于个性化的推荐 也是吸引很多用户来使用近日头条原因 另外一点就是近日头条目前来说也在做社交化 好友互相互动 天天好友都是增强用户粘性的一些方式 我的话题能够让用户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可以产生更多的内容 吸引用户去贡献UGC的内容 挖掘用户的兴趣 这样的话反过来也能够更精准的为用户推荐一些功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网易新闻 网易新闻它高度重视UGC的价值 那么跟贴呢也目前成为了一个网易新闻 最有标志性的一个特色功能 那么这种用户承担的体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全的 它有利于培养主任用户 通过做任务积分换理等方式来激发用户使用的产品 能在这个新闻网易新闻里面去贡献自己的内容 也有利于自己对产品的宣传 那么跟贴成为了网易新闻的一个标志 下面我们从结构层来看一下这四款产品 那么从腾讯新闻来说 结构简单明了 大家看基本来说就是二级功能 三级功能都很少了 基本就是一二级的功能 比较容易使用 那么新闻读书个人关心四大功能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搜狐新闻 搜狐新闻相比呢 它的功能就相对来说比较多了 而且在层次上也比较多 那么很多三级甚至四级的功能 都放在了这个比较深层次的页面 那么用户呢往往在第一时间 不太容易查找 尤其是一些功能 在我看来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但是呢也没有放在二三级的入口里面 比如说像离线的一些功能 都没有放到比较明显的入口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质头条 质头条呢 也是结构非常简单 甚至只有两层 并且每一层的功能区分的非常明显 那么各个功能的划分也非常有序 有比较高的这种医学性 那么我看我观察到身边很多 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知识背景的一些用户 也都比较喜欢使用质头条 非常容易上手 我们来看看网易新闻 网易新闻的功能呢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它相对于这个搜狐新闻来说 它在功能的布局上 划分的上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呢 从搜狐转到了这个网易 网易从这个新闻布局 产品的逻辑上应该做的是比较好的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 从表现层来看看这几款产品 我们说腾讯新闻 腾讯新闻在主界面上 是可以通过左右滑动屏幕来切换这个频道的 大家看我标注的地方 可以通过滑动来切换频道 那么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所有的功能 大家看主要的功能 游戏这个这个书城啊 关心这种功能都比较明显 用户使用起来呢比较容易学会 接受起来也非常容易 那么读书功能和新闻内容 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关联 那么用户呢关注度也并不高 所以说呢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头像 进入到个人主页 那么整体的体验是比较流畅的 那么打开某条新闻 右上角的这个分享功能 是它的特色功能 可以进行创意截屏 自动分享 那么这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这种分享方式 那么再看看搜狐新闻 搜狐新闻也是 它也可以通过左右滑动屏幕的方式 来去切换频道 那么对于每条新闻呢 点下去之后都有一个 听新闻和收藏两个按钮 收藏之后会在屏幕的上方 显示一个收藏的成功 那么听新闻 成了这个搜狐新闻的一个 很有特色的功能 那么腾讯新闻 那个搜狐新闻和其他新闻派一样 就是它更加注重视频 那么这也为搜狐新闻 搜狐视频打了很多这个流量 那么它的视频界面呢 设计的非常简单 只要你点击 就可以观看自己想看的视频 那么在我的这一栏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我的这个一栏的页面里面 其实它显示的用户当前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看了哪些 比如说评论哪些 那么这页面的设计 它模仿了新浪微博 非常的像 关注啊 粉丝啊都有 但是整体的实用程度来说 并没有那么高 那么最后一个页面 更多 这也是整体搜狐新闻 相对来说比较差的一个页面 内容非常的多 排版虽然比较整齐 但是功能分类上有些凌乱 并不容易去发现 尤其对于新的用户 比较难上手 那么比如像一些夜间模式啊 收藏啊 设置啊 这些 可以整合到我的这功能栏里面 不要藏得太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